大家好,我是大野猪,我们又见面了,感谢大家的点赞三连支持,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消息吧 首先是今天最新的消息,红米和原神联动了,而且联动角色一看就知道是谁了,蒙德最强战力可莉 感觉可莉是原神联动最忙的角色,前面那个车仔导航,然后现在又来这个 根据目前的消息,联动的应该是耳机 蹦蹦炸弹牌耳机,让你体验爆炸般的享受 嘿,紫米同学,红米要联动了,请问你有什么想法吗 来我做一下采访,把内心的想法说一下,来来来,让我们大家开心开心 哎,野猪我打算去找紫米申请一下,说不定可以弄一些联动来给大家做福利 希望大家可以点赞三连支持 然后是很多朋友来询问的,关于现在网传的鹿野院屏障这些技能是不是真的 这个想也不用想肯定是假的,官方连例会都没有发,怎么可能进测试符呢 一般情况下是先官方发例会,然后进测试符,接着才会有这些技能的信息 所以像这种跨版本的技能爆料,请大家不要相信 另外这张图片是二创同人作品,并不是官方的头像 然后是最近在各大论坛和聊天群传播的甘雨新时装 看起来的确实也挺不错的 这是图片的出处,是从隔壁崩山拿来的 顺便我去查了一下看到这么一个帖子,群里看到星海和甘雨的时装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内容,是真的吗 这个星海时装一看就知道是同人啊 这是很早以前外国的这位玩家自己画的 不过看起来还是挺可爱的 然后星海的时装就是这一张了 五星元神角色兑换码肯定是假的呀 我玩元神到现在就没遇到过 只能说现在新入坑的朋友确实挺多的 为什么近期有好多朋友来问散兵会不会进卡池啊 从理性的分析上来说散兵会不会进卡池不好说 首先是他的建模,其次是他在剧情中的人设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也诛 有问必答,超充粉 同时预祝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 小包底不歪十连多金 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是新活动在外网大受好评 一蒙德角色,二全配音,三气氛非常的好,没有压力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次新活动是怎么样看的 我个人感觉挺好的,非常轻松,然后原始到手啦 这里感谢八个蛋的素材 同时还有外网玩家特意为这次活动画了图画 让我们来欣赏一下 最后感谢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抽卡圆梦 关注野猪 每天会为您带来新的资讯和福利 谢谢